剛才我們的目標其實是把CSV轉成Judson 因為這兩個檔案的結構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勢必怎麼樣 先把CSV先切一小塊 它原來是一行一行的 我就把一行一行先切開 然後再切斗點 切完之後把它變成一個小的部分 然後再把它塞到字典 為什麼要變字典呢 因為字典直接可以把它轉成Judson 雖然說檔案是Judson 但是內部結構的話它就是字典 所以你只要能夠把它變成字典 就可以變成Judson檔案 OK 只是我是覺得名稱不一樣而已 那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就keyValue keyValue 所以剛剛的部分下載 下載部分 這個也比較單純 前面講的蠻多 當然你們可以再把那個下載檔案這個部分 可以做個變化 什麼變化 如果你不直接去抓 你可以讀檔 比如說你先存檔 用檔案的方式把它讀進來 可以啊 這一段可以改 改成什麼呢 把CSV讀檔進來 那CSV讀檔也蠻簡單的 其實就是用什麼 F等於Open Open呢 那個CSV檔 然後呢 你再怎麼樣 再用Read Read 或Readize 你就可以全部讀進去 反而更簡單喔 OK 如果把它當檔案來處理的話 反而更簡單一些些 這個我想請各位自行再試試看 那我剛剛是分兩階段 就是先切割 切割的話呢 換行喔 特別注意如果是微軟的話 是反斜線R 反斜線N 那如果你是Linux 可能就反斜線N就可以了喔 那特別注意呢 Range部分的話呢 避開這個欄位名稱 因為呢 CSV呢 這個檔案呢 習慣就會有這個東西 那它這個是編號0 這個我不要 那尾巴切的時候呢 會多一個資料 所以要-1喔 OK 然後再來就是加一個 所謂的字典 字典的話呢 我們外面是字典 所以增加一個變數叫DICT 1等於大瓜糊 然後呢 再增加一個key 因為名稱不知道叫什麼 叫例子3好了 這個名稱可以 你們可以自己 再用別的名稱 沒關係 然後呢 等於一個串列 就是在字典裡面 放個串列 然後呢 在這個串列裡面 如果要加東西的話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字典 串列加東西 就是.append 那在串列裡面 要加字典 那就是裡面再給它一個什麼 一個字典的結構 大瓜糊 有沒有 那分別呢 因為字典跟串列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key的部分 所以我加key key名稱 欄的渠 我就叫abcd 然後加個冒號 然後後面的話 分別就是放 這個 這個 我們csb裡面的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第五欄 ok一個羅伯一個坑的概念 然後最後把它print出來 應該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那最後的話呢 其實只需要再存檔就可以了 存為json 就大功告成 那怎麼樣存檔 特別是 其實存檔概念跟前面也蠻像的 就三行 所以你會發現 在python裡面存檔還真的蠻簡單的 那怎麼存檔 一樣嘛 f等於open 先開一個空的檔給他 那檔案名稱也叫什麼呢 我叫做汽車好了 汽車 點json好了 比如說汽車 點json 記得副檔名料給他 然後呢 逗點之後的話 給他一個w模式 就是寫出去了 我要寫 ok 再來的話 再利用什麼 json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點dump 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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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ok他就出來了 那 當然我是覺得 在spyder裡面 他會提供給你一些訊息 提示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們dump 裡面的話呢 當然 至少會 要需要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的話 就是你的那個物件 upject在哪裡 所以他會告訴你upject upject的話其實就是什麼 dicte 就是我們剛剛這麼辛苦做出來這個東西 就把這個東西丟到這邊來 第二個你的那個f 這個fp值是f 就是檔案物件名稱叫做f 然後呢 最後的話呢 什麼這個這個這個不用 最後這個不用 ok 就兩個啦 主要就是這兩個 然後最後的話記得把f給關掉 f.close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出去啦 其實好像跟那個寫 寫csv也不是這樣 也是一樣嘛 差不多的方法 反正就是三行 最後的話呢 我們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看看 那理論上他就寫出去了 所以建一個json 然後呢 在根目錄底下 所以我就開啟我的 根目錄的這個路徑 在這裡 但是喔 跟各位講一下喔 你把它打開之後喔 你把它打開之後喔 可能會有一個地方 要特別注意一下 打開之後 我用那個nodepay++ 裡面空了 看一下 裡面怎麼沒東西 Di 找一個t 你看難怪喔 這個名稱打錯了 好 執行 那這樣的話呢 資料就被我 丟到裡面去了喔 這個時候看到 160 肯定應該沒問題 裡面有東西了 只是打開的話 會是悲劇啊 為什麼呢 因為它裡面的話 就是utu8 那utu8的編碼有沒有 就是反斜線U開頭 有沒有 反斜線U的unicode開頭 後面就是它編碼的位置 那你想說不對啊 我這個東西 不是我要的吧 對不對喔 那其實問題出在哪裡呢 跟各位講了 因為畢竟大部分設計者 大部分都是 所謂的非 這個像中文啊 漢字啊 或者日文啊 這些喔 他們大部分都是 所謂ASCII code的國家 就是它只需要數字 英文大寫 英文小寫 就是所謂的ASCII code 內碼就夠了 所以它預設的話呢 它就是把內碼 什麼啊 就是直接就輸出這些 什麼 包含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英文大小寫 數字跟符號 其他什麼 你會講 所以喔 最後如果你要 讓它輸出正確的話 還需要多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的話 其實也不用特別去背 你就是在 這個down的後面的話 再加一個參數 痘點 其實在裡面 它已經跟各位講 哪一個參數了 後來我查了一下 其實就是在這個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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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呢 叫insure ASCII 這個地方你要改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它預設是ASCII 就是指輸出那個英文 所以呢 跟那個數字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要能夠輸出那個 繁體中文的話 這邊就要多加一個 你就打這個insure ASCII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 預設等於true true的話就e 那我們記得把它改成false 就不要 不要只是輸出ASCII 你要把 除了ASCII 內瑪之外的那些 字都幫我全部輸出吧 這個地方 你可以打false 或者打0都可以 當然你打0會比較簡單 0就等於false 把它後關一下 也就是說 把ASCII內瑪輸出 關掉就可以了 不然的話它輸出 一律都是什麼 這個run 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多增加這個參數 在執行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得到的結果 理論上應該就是ok的 怎麼又 0K 理論上它 你不用特別去背 但是字不要拼錯就對了 sure sure 然後用選的 sure 等於0 大概就是增加這個 這個參數 把它執行一下 它這邊有出現 另外的話 它這邊出現說 CB就0 因為 F物件域設置CB就0 所以它內瑪 有些地方是沒有 那怎麼辦 老問題 乾脆這樣好了 如果你假設不需要錯的話 可能要跟它講 我encoding 乾脆你就幫我編 成那個什麼 ASCII code好了 幫我編 編成什麼的 UTF8算了 ok這邊加一個 encoding等UTF8 這樣的話 那個問題應該就不出現 ok 把它執行一下 它預設 它CP950 等一下 會改一下 會改一下 應該是那個 承辦人 它本來是CP950 它把那個檔案 改成UTF8了 所以其實 變成這個地方 它源頭再改 ok 那理論這樣應該這樣 ok了 把它改過之後 這邊再把它修改一下 這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把它執行 理論上的話 那 那 就是這個地方 改一下 然後輸出沒有問題 看一下最後的這個資料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把它直接開一下 那就ok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json的格式 標準格式 那怎麼知道 ok 當然還有一個方法 你把它Ctrl 把它Ctrl A C 如果是確定是一個標準的結構 json的結構的話 你如果貼到那個什麼呢 貼到那個jsonedit裡面的話 它應該就可以幫你轉換 轉換成 有沒有 你把它貼到那個jsonedit裡面 它就會出現了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個upjet 有沒有 upjet的話就是字典 然後裡面的話 你就是525個這個串列 然後 然後裡面的話 一個一個的key key的話就是ABCDE 當然這個key我只是一個拖廊 當然你也可以改成你看得懂的 那個意思的key的名稱 ok 試試看 那我剛剛做的 所以這個地方 我可能要改一下 它源頭好像被改掉了 這個地方 這個本來是CP950的 那因為現在承辦人員 把它改成 就是UT28 可以把它改一下 所以會被改成 本來是 放棄